MSQR Club MSQR Club的英文是more than a club 不仅仅是一家俱乐部 这是豪门巴塞罗那一直以来的口号 也是一直以来所维持的承诺 而作为足球迷而言 对于巴塞这方面最大的感触 是让已经不能胜任主力位置的球星们体面的离开 昨日伊涅斯卡代表新东甲上演首秀 老东甲的球迷也纷纷关注了这场比赛 并为他送去了祝福 而在两个月前的5月21日 七甲最后一轮比赛后 伊涅斯卡又单独回到了诺坎普场球 静静地待在那里不想说再见 已经34岁的伊涅斯卡转投日本神户胜利船 年薪高达2500万欧元 放眼整个足坛名列第五 仅次于梅西、内买尔、斯罗和桑切斯 而巴塞在这场转会里没有收取一分钱的转会费 并且这是巴塞一贯的作风 2015年5月24日七甲联赛最后一轮 巴塞对阵拉科洛尼亚 这是传奇中场哈维在巴塞的告别站 在比赛开始之前 看台上的球迷用具幅画像送别这位队长 连穆里米奥也说过 顶级球员必须在顶级俱乐部挂靴 巴塞在13年时便于33岁的哈维 签了一份三年半的合约 目的其实很明显 然而哈维不忍退居二线 加上其父亲的公司债务越来越多 不得已只得远走他乡 最终哈维与塔塔尔阿尔赛德签订了一份为73年的合同 合同期至2018年夏天 年薪高达1000万欧元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那一年的哈维35岁 在巴塞的年薪为900万 没有转会费 如果说哈维和伊涅斯塔作为亲戚营的产物 自家的孩子理应多一些感情的话 那么巴塞对待外人又是如何 葫芦瓦比利亚2010年从瓦伦西亚 以4000万欧的转会费加盟巴塞 如愿以偿地夺得了欧冠 成功踏入足坛大满冠俱乐部 由于伤病比利亚慢慢淡出了巴塞的第一阵营 比利亚在三年后选择了加盟马德里竞技 虽然马德里竞技是联赛的直接对手 虽然比利亚当时还不满32岁 仍然非常具有杀伤力 巴塞还是选择了常规操作 510万欧便送走了这位功勋前锋 希望他能继续发光发热的同时 也能得到新冬价的善待 而另一位巴塞功勋 一直在收集各种冠军奖杯的阿尔维斯 16年夏天以自由身离开诺坎普奔赴尤文图斯 他在2008年夏天 以超过4000万欧元身价加盟巴塞的 从此开始了一段辉煌的生涯 8年的时间里 狂懒23次冠军 分别是6次西甲 3次欧冠 4次国王杯 4次西班牙超级杯 3次欧洲超级杯 3次市巨杯 阿尔维斯离开巴塞后 在尤文图斯及现在的大巴黎 都有善家的表现 当年在巴塞开启续约谈判 阿尔维斯主动不续约 官方说法是阿尔维斯觉得 在巴塞拿冠军太容易 希望人接